我的故事总是发生在夏天 炎热的气候使人们裸露得更多 也更难掩饰心中的欲望 那时候好像永远是夏天 太阳总是有空出来伴随着我 阳光充足 太亮 使得眼前一阵阵发黑 我终日游荡在这桶楼的周围 像只热铁皮屋顶上的猫 焦躁不安的守候的话中人的出现 他像一个幽灵来无踪 趋无影 只有我的感觉和嗅觉里 留下的一些痕迹和芳香 能证实他的存在 我延长了守候的时间 甚至披星待月 仍旧一无所获 嗨 那小孩 过来 叫什么 马小军 真的 那 我出发 马小军 我不愿意 你呢 米兰 有段时间我几乎天天和他见面 为了吹嘘自己 我总是把别人干过的事 都按在自己头上 经过夸大和轩染 威威道出 我飞向列宁格 遗憾 遗憾的是 我已扮成一个和自己年龄极不相称的胆大妄为的强盗 他竟从不以惊恶来为我喝彩 你就扶着我腰吧 合适吗 合适 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一天 陈锋的抚摸是我一阵阵起的鸡皮疙瘩 周身发麻了 我还记得有股烧荒草的味道特别好闻 可是大夏天哪来的荒草呢 但无论怎样 记忆中 那年夏天发生的事 总是伴随着那么一股烧荒草的味道